是放在这个合并活业簿 其他还有什么 你可以用Outlook去邮寄 比如说你想要利用那个 就是Outlook自动帮你把 比如说你做完的东西寄给谁的话 那当然特别是第一个 你一定要安装Outlook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VPA 去把Outlook在背后呼叫 就有点像爱软器一样 所以也就是微软的所有产品 它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在背后呼叫起来 然后做完再把它关掉 OK也就是本来 Excel不能寄信 但是你可以藉由Outlook帮你寄信 然后寄完信把它关掉就好了 那至于相关的方法 上面都有一些设定 因为第一个你一定要安装Outlook 第二个你要把Outlook设定好 它的那个POP3、SMTV 那些Server要设定好 那可能每一家公司都不一样 你就设定好之后的话 那只要把这个对应的程式贴上去就可以了 那稍微修改 然后我大概讲一下 最重要的是什么 Create Object 所以你会翻译 外部像那个爱软器 一定有这一行 叫做Create Object 后面的话呢 我们这边叫Outlook Application 那那个IE乱叫Internet Internet Application 那如果是Word可不可以 这也同意Word Word可以啊 叫Word Application PowerPoint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叫PowerPoint Application SS也可以啊 SS应用程式也可以啊 SS应用程式都可以 CC给谁 Send Send就是把信件Send出去啦 之前有同学还蛮认真的 就是他就是Try 可以耶 他每天 因为他每天要寄一堆信件 所以用这个方法 他就可以省掉很多方 省掉很多时间 可是跟各位讲一下 你们可能要在程式里面 最好再加一个 如果你跑回圈的话 你一定要再加一个Wait 之前我们有一行叫 Application.Wait 那我们是等五秒钟 对不对 我是建议你最好等几分钟 比较好 因为之前这种同学 他就寄 可是他发现后来 他的信件都寄不出去啦 因为就被 他们内部公司的Server 给挡下来了 因为这太异常了吧 哪有人家寄信这么快的 不到一秒钟 就寄好多封信件 诶,异常 所以就被列为黑名单 所以那后来我跟他讲说 你就再加 程式里面加一个位置 你寄一封信的时候 你等个大概 反正你自己去拿捏啦 三分钟也好 三分钟也好 几分钟也好 反正就在背后 你以色列要缩小 放在下面 时间到就帮你寄吧 OK 他后来发现 这OK 他省掉很多麻烦 因为他每天都寄一堆信 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方法 好方便 时间到就自动寄给 该收到的信件都收到了 时间他定义好了 哇,那太方便了 OK 他变成说 哇,以前可能要花很多力气了 现在都不用 但可能还有一个地方要设定 底下会有图示 可能信任中心 你这边要什么 不要警告 不然的话他会一直跳出 要不要 是否要寄信 是否要寄信 如果你就把它关掉的话 他就不会一直提醒你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这边的话 其他有相关案例 我是建议回去 可以再试试看其他的东西 甚至可以画标签 如果这个标签 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就放在这边 给各位参考 那最后的话 还有一些范例 像这边还有个什么 全省邮局地址 这边有个档案 压缩档 那我如果把它下载之后 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的话 就类似长这样 就是一个 里面总共会有25个档案 那25个档案打开来 就是一个文字档 长这样子 一堆的什么呢 他什么 一个这个应该是 橘号吧 然后是帐号 然后这个是 他的名称 然后他的地址 那中间的话 就中间加空白 做分割 不是斗点 是空白 那如果说 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这25个档案怎么样 一次就全部合并在一起 而且直接合并成以Sale 的档案的话 该怎么做 特别注意 其实你可以利用什么 当然第一个 你可以 我另外再开一个新的档 开一个新的档案 OK 那其实你可以利用 我之前讲过资料 从Web下面 就是从文字档 有没有 当然你可以录制聚集 录下来的话 这两段 其实程式呢 就也是 用 搜集标 那路下来的话 基本上我来看 基本上开发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直接把这个 就云端上有两段程式嘛 就这两段 那我就直接拿这两段 演示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要合并的话 其实呢 直接怎么样 拿这两段 然后我开 这边 这个是全部 这个 我页部这个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这两段的话 基本上 主要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录制聚集的部分在这里 就是什么呢 这边有个叫 query table add 然后呢 入境在这里 全省邮局地址 档案名称 destination 向下追踪 其实这个跟那个 之前的那个 大乐透资料下的有点像 向下追踪 抓一个 放一个 向下追踪 继续往下放 有没有 但是这边会结合一个什么 DIR 因为呢 我要跟他讲说 我的目录是在哪里 是在桌面上面 有这25个档案 那你帮我一个一个 开起来之后的话 一个一个把它放到 以色列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陈氏写完之后 知青 全部ok了 感受向下 一千 没有这么少 一千一百 一十五个资料 ok 也就25个档案 就瞬间 自动 帮我 合并进来 所以以后 如果你像 类似像 TST的档 像CSV 像一些 外部ERP 进来的档 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来完成 那其实 这个程式 如果刚刚你们有写过的话 第一个 这中间 Wiz到Wiz 是用录制的 这个之前有用过 你可以回去再 再稍微看一下 那里面的话 就是所谓array array部分 就是哪一些蓝要 ok 比如说我这四蓝都要 放在四个蓝位 位置在这里 那外面的话就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那个 do while回圈 那最外面一定是一个 do dir 去帮我找一下 这个路径底下 有没有档案 有的话告诉我 然后我就把这个档给开起来 然后向下追踪 再继续找 向下追踪 再继续找 另外呢 这一段程式是什么 旧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我不要全部放一个工作表 我希望呢 三重放一个 中立放一个 每一个档案 就放一个工作表 的话怎么写 其实就这样 我看一下 就多一个什么 去此.add 有没有印象 add嘛 新开工作表 把档案放进去 ok 所以这根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以下的话呢 25个档案 有没有 他就会有25个工作表 那工作表名称 就三重 中立 南投 有没有 一个就一个 你会进来 你可以再自己再去把它合并 或分割 马上都一样 所以后面这些 回去可以再练习看看 程式的话呢 云端上 其实都有放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给各位做参考 我是把它放在 这个云端白板 上面的第五个单元 这有全省邮局地址 这有全省邮局地址 合并 进来 外部的档案 也还蛮容易的 另外还有 这个是从 经济部 哪个网站 更多 这边大概有 几百个 一键党 回去有的练习 回去有的练习 你可以什么 把它合并 可不可以 可以 如果不ok的话 一样 我这边有 相关的程式 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我是经济部能源局 因为当然一般 如果你要买 买车子的话 你要知道说 哪一台车 它的能源效率 好不好 对不对 这相关资料 全部都有 那我就 到它的网站翻 哇 档案一大堆 它每一个月吧 就会有一堆的销档 那问题很麻烦 我总不可能说 我如果要做一个查询系统 查所有车量 我不可能说 我今天查这个 那我第一件事情需要什么 把这些所有历年来的 以色尔党 全部把它合并成 一个以色尔党 我现在要办法查 所以怎么办 就是用刚刚的方法 否则的话 很浪费时间 很花时间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后面我还有要 讲一个就是 快速汇入图片的部分 如果时间稍微有一点限制 我大概最后把这个讲完好了 那其实主要的那个需求 我把它先不要存 主要是有同学 他的需求是这样 就是他每天都会有一堆 这个假设 这个图是我自己Demo的图 这个不是 他希望可以把这个每个每个图 全部都放到Essal里面 然后一个一个 而且位置要先算好 然后旁边要有超连结 按下去要能够把这个图给打开 所以这边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如何快速的插入图到Essal 而且按照一定的距离 第二个的话呢 它需要超连结 那可是它以前不会吧 它是什么 如果你会的话 你可以怎么做 跑一个DIR 把里面所有的点PNG的档 一个一个的帮我放到我指定的位置 特别说 怎么样放 这边当然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就是大概Demo一下 至于细节部分 回去请各位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首先的话一样 这边的话呢 我把它开一个新的档案 然后这边的话我就把这个 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范例的程式 我把它放在这边 OK 基本上的话 就是第一个 我如何把缩图放进来 有这么多缩图 第二个的话 把超连结放进来 第三个呢 再把那些图给全部删掉 就这三段 OK 那首先当然第一个贴上之后 第二个的话 路径可能要改一下 这个Discop 这个路径 应该是 我把它Ctrl C Ctrl H 把它取代成什么 取代成我们这一台电脑 因为这个范例是在另外一台电脑 所以这个路径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一个 全部取代一下 OK 总共两个路径 好 那首先的话我再来Demo一下 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刚刚这个APP里面 这边总共几个 总共二十三个档案 然后里面有两个 二十一个图档 那那个同学 他每天就是去外面照了一堆照片 然后回来就是要把它放在Essal里面 好像做工程的吧 每天都要拍一堆照片 老板要看 所以要交给老板 所以他每天都图 插入图片重档案 插入图片重档案 每天都一直插入 他每天都这样一直循环 OK 觉得很累 那有没有方法可以快速的完成这件事 他很可以啊 执行 全部进来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刚刚的第一个说图 第二个说图 第三个 而且喔 我有算好它的距离 还有它的大小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 不只是说 只有说图喔 我还要把它的档名 顺便帮我加进来 而且呢 档名之外呢 还要设抄连结 怎么做 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hyperlink hyperlink.add OK 去执行一下 然后发现 上面呢 就多了一个 除了图之外 前面还多了一个连结 那你可以怎么样 点击这个连结 他可以怎么样 把它打开来 OK 那不就可以预览了吗 对不对 很方便吧 今天好像有个同学问一个问题 也类似这种超连结怎么做 答案就在这里 OK 那最后的话呢 他会问说 老师那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它删掉 有啊 删除 全部删掉 那特别说 删除文字很简单 就是整个工作表里面的文字删除 点clear contents 但是如果那个图的话 特别说 是要for each 而且是要什么 要必须是用那个所谓的那个叫做shops 它又多一个物件叫shops 就是所有的图找到之后帮我删掉 就可以完成了 OK 那因为时间是有限制啦 可是有些城市大概跟各位讲一个方向 那剩下来的我想就是 就是大家自己再花一点 因为这东西实在是非常的花时间 虽然说提供给各位的东西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你看秀一下就过了 但可能背后啊 需要经历很多的那个 就是一些就是一些考验啊 一些解决问题啊 我只是说把可能比较大家需要的部分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这一期课程我想就先到这边 那剩下如果以后还有就是 如果不上课的话 而且你们可以在家里 再复习一下 OK 所以回去的话呢 可以先把这些档案 也许再把它备份 那之后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欢迎各位可以 用email或者其他方式 再跟我联系 那最好有问题的话 你就是档案稍微整理一下 告诉我你要做什么 那我现在花最多时间就是 了解到底你要做什么 我真的 我只要知道 我程式一下就写出来 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根本看不懂你 到底要做什么 的那一些动作 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今天的话我想我们就 先到这里 OK 解实了 好 解实了 好 好 OK 好 arriver 没事